就是看到昨晚的美股就有一個反彈 但是看圖來說,高位跌下來 其實就叫做一浪低於一浪 即使是一些大價股 譬如蘋果、Amazon都要結 不過近日也有些說法就是 通脹雖然去到40年高位 不過應該就差不多見頂了 如果通脹見了頂 股市就有機會有一個重大的向上突破 你又覺得有沒有機會? 還是因為加息加,即美股 其實仍然是高估值 今年來說都會比較弱勢一點 你看哪個方向機會大一點? 我想如果你說用單一去看 那當然是說通脹見頂了,OK了 經濟又OK,那當然會試好了 但是我想現在的市場 不會只是單一一樣東西 影響到整個走勢 就是你看到俄烏的戰爭 那你知道的,通脹是其中一個原因 是俄烏的戰爭影響出來的 那所以你太多變數了 就是戰爭也有,你說中美的角力 或者全球各國的角力都還在 就是有一個就是怎樣去爭拗 就是都很難說用單一的因素 會說我們通脹見頂 回落就可以令到股市升 我想不是這樣看的 所以是很難的 就是我都補充一句 近來的股市走向都比較,就是你會難猜 你昨晚就是明明IMF調低那個 全球經濟預測那樣成,有跌,金跌 那美股又會升,因為美股自己的數據很漂亮 就是你很多東西要去思考 所以要真的經常說那句 動態trading 就是你要炒波幅,就是不可以好像之前那樣 好像美股,我覺得我年初都說過了,來的節目都說 今年應該不會好像去年那樣,坐定定在那裏 就可以慢慢贏,就是不是那樣 就是波動性都比較大 始終雲觀計又是說收水年的時候 大家都要懂得轉身 是,不過就是今年比去年 那個不確定的因素就真的多了很多 所以就好像同後這樣說 可能如果買美股的就要做一個動態trading